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CityBand 很久沒拍過魚戲給大家看 魚戲通常都是去河流捉魚給大家 給大家拍和養 我現在會帶大家去河流 順便捉魚回來 就養 我們現在去了 我踩了我的單車 Hello 妹妹 小營車 好 差不多到那條河流 可能有些燈 鏡頭 你可以看或不看都可以 有點麻煩 好 這裡下去就是那條河流 剛剛就拍完單車 這裡就要走下去那條河流 就是這條河流 讓大家欣賞一下風景 我覺得這裡是很漂亮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大自然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裡就很漂亮 看看 好 剛才就走了 這裡這樣下 現在繼續走一些 半分鐘也不用到這條河流 就是這條河流 今天水汗比較污濁 那邊呢 今天也是很污濁 今天 還以為下了一些魚 就會好一點 其實不是 就是平時我捉魚 就是這條河流 如果捉蝦 就在那邊 小夏威夷瀑布那邊 去捉蝦 這裡是沒有蝦的 那邊也是沒有魚的 太好了 我們就到了這條河流 今天呢 其實是比較髒的 那些水 那些魚今天也很聰明 還有那些大魚 都不見了 我想說是 這裡有很多小小的魚 看到嗎 這裡 這條 好 那我們就準備去捉魚 這裡其實很髒 平時沒有泡泡 因為上面呢 人家住 那些 洗衣服 那些衣服呢 會直接流到這條河 所以 就會髒 但今天 剛好他洗衣服 有時候呢 就很清 好像 水有水很清 有時候可以很清 有時候可以很髒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捉魚了 那 我就不會 這裡 雖然很多 細魚 但我也不會捉細魚 因為很可憐 會捉一些比較大小小的 成熟一些 對 對 很清啊 有嗎 我也很清啊 清不了一點 不會捉到魚 現在呢 順便教大家捉魚的方法 我的方法 先放一個網在裡面 然後呢 就在這裡等它慢慢游進來 因為魚呢 是很特別 它呢 慢慢放在這裡停了 它呢 就不會覺得這裡有東西 它就自動游進來 然後呢 自動游進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捉它們了 你這裡呢 都看到一些魚了 但可能這個鏡頭不太好 所以就 有時候 會甚至捉螺 這裡也有很多螺 石頭特別光 那石頭特別多螺 就回來了 剛剛就捉了魚 剛剛就捉了魚 捉了這麼多 差不多呢 就將這些魚呢 就不倒進去 這個缸裡 那裡了 好了 現在呢 就準備骨子魚 下來了 可能呢 不能拍到的 那也沒辦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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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就準備呢 慢慢來 捉魚呢 要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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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剛剛呢 做筆細了 對啦 之前呢 就不是那麼多魚 之前呢 很少魚的而已 有那麼少魚 而且我剛才說呢 我魚缸呢 是多了那些石頭 白色石仔 白色石仔 對啦 然後有些蝦 因為我捉了 捉蝦的地方 捉了很多蝦 而且呢 就買了些蟹的 蟹 那裡有五隻蟹仔 那這裡呢 就有隻蟹啦 這裡 可以做好些 先去那邊 那邊 這個蟹 這裡有隻蟹 看到嗎 對啦 這個花盆旁邊 對啦 還有花盆呢 我也買了新的 你看這個是之前 上面好了 這裡呢 很乾淨 而且蝦呢 都很喜歡在這個花盆 即是在這個新的花那裡 那裡 那裡 休息啊 睡覺啊 住在那裡 那裡 剛剛新增了一個溫度計 那它就是 有華視和攝氏都有寫的 那 就好像平時那樣 有個紅色的東西 在那裡上去 下去啊 那上面都是這樣 有盞燈 好 今天呢 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啦 那 記得訂閱啦 還有分享啦 還有 like我這條片 還有這個頻道啦 那就 對啦 我們在下一集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